新一鄉地地村16號召開部落會議 討論當地孤孤山採礦議案 採礦業者也出面說明開發期間的回饋機制 包括回饋金 學生營養午餐補助 以及舉辦傳統節慶經費贊助等 並提供當地族人工作機會 南投信義地地段 在民國80年就有採礦業者申請採礦 居民表示過去資訊還不發達的時候 曾遭不肖業者的欺騙 因此對於採礦業者所提供的回饋機制 仍存有質疑 我們都不通過 因為真的都有了 前面的遺憾很多就是這樣而已 到最後拿一個槍指著我們說 指著 誒 幹嘛要一直要 你們不是講的嗎 違規 所以我們就不相信這什麼 之前應該是 應該前一個人 剛火頭上跟你的承諾 那現在我們現在開始說明對 我現在在這邊跟大家發光 我喜歡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先跟村方都知道 保護院去公正 我只要有一個單 裡面有一個制我沒有做到 我們馬上就被取消 你們馬上可以不讓我們出動 部落會議主席松光輝表示 對於是否同意這家業者進行採礦 會擇日再次召開部落會議來決定 松光輝也強調 希望村民都能出席關心 並在會議中表達意見 一同為部落發展努力 原始新聞 本地南投信義 採訪報導 意見 huh 檢 potato 姐 米